昆山一电子厂粗暴发工作证后,大批员工离职,江苏昆山的试所电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新员工发证件时,随手将员工证件丢在地上,新员工只能弯腰去捡。 视频内容显示,三个男子站在一个桌子前面,两个男子身穿红色马甲,一男子身穿白色短袖露出肚气,靠当中一男子手持话筒念着员工名字。 念到一个名字,就像地上扔一个员工证件。网传的一份试所电子有限公司开具的关于网传负面新闻的说明称,对于我思新人培训单位,因招工忘记场地受限,现场管理不到位,工作人员以不当的方式发放员工证件。 致使新人不受到尊重,我思深表震惊与遗憾,因此事造成社会大众不良观感及负面影响,在此表达万分歉意。 天眼查显示,世硕电子有限公司又名世硕电脑科技有限公司,坐落于昆山开发区精密机械工业园,母公司为和联集团。